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九章 我要念十八到十九节 初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三韩亚婆 韩是迦南的父亲 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 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 如果大家继续看有关于三个儿子 他们的后代以及他们的后代 所延伸出来的种族 或他们的善居的地方 请大家继续看第十章 第九、第十章就告诉我们 有关于人类的始祖 挪亚的后代、三韩亚婆 这三个族群他们分布的一个范围 散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讲到名声 寒的意思就是热与黑 亚佛的意思是扩张 以及美好的意思 他们的名字会给我们联想到什么东西 我们看以一个例子 寒的意思是热与黑 那他四个儿子古时 其中一个就是黑 就是现在埃及南部的居民 包括现在的伊索比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寒的族群大概是在非洲这一带 我们另外可以看见说 散可以讲是三兄弟的老大 他是希伯来人的祖先 住在阿拉伯半岛 跟这个两河流域这一带 这一族的人 最出名的是谁 我们可以猜一猜 就是他有个儿子叫做法勒 法勒就是分的意思 我们可以想到巴别塔的事件 人就分开居住了 亚佛他们的后代住在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个北方 一直东到伊朗到西班牙这一带 所以可以讲亚佛的后代 包括现在的希腊土耳其 意大利人 那么这一章里面 从第九第十里面 记载了罗亚的后代 描述了七十个族长的意思 有十四个是亚佛族的 三十个是寒的 二十个是散的族长 七十是圣经里面 很有特别的数字 雅各带领家人下埃及的时候 是七十个人 从七十个变成了百万 全世界人口不断地增加 在不知不觉当中 神在创造的时候 对人的旨意要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那我们可以仔细看 他们分布的情形 那么现在 我们很难去确定说 究竟我们的祖先是谁 如果我们单纯讲说 我的祖先是原住民 我的上一代是这样 我们只能够看到几代的之前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从哪里搬迁过来 我们只能去看祖谱 可能到时代已经很了不起了 或甚至二十代 可是在前面呢 我们却不知道了 去比较我的祖先是谁 说实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了 有的时候 有的人会夸耀说 我的祖先是谁 在欧洲当中会常常讲 我的祖先是英国 从哪个国王 后代的 来表彰自己的身份 的优越 在比较这过程当中 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因为每个人的祖先都一样 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亚当夏娃都是我们共同的祖先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几件事 第一个叫做合一 不管是谁的后裔 我们都是按照上帝形象创造的 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不要去猜 我华人究竟是散寒亚佛 哪一个支派的后代 但是重点是在新约当中 圣经这样说 在此并不分 希腊犹太人受割离 未受割离 化外人 西谷提人 为奴的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个人之中 保罗又说 因祂是我们和母 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一直在神的眼中当中 只有两种族群的人 一个是属于基督的 一个是不属于基督的 这是最大的重点 传福音是把我们从人类血统当中 觉得说我们因以为傲的 这样的一个传承 跳脱出来 进入到恩典当中 不管你今天是属于 哪个优良血统的后代 如果没有在神的恩典 都要往灭亡之路走 那何必去强调 现在的优良呢 不如说我以后要去哪里 不是更重要吗 第二个 有关于种族歧视的问题 我们人多少都会如此 也因为背景 种族 学士 地位 或者是财富的问题 我们提升我们自己身份 包括在教会也是如此 才不过是一两百年的事情 美国的国家 有白人 自己的教会 黑人的教会 在欧洲 在英国也是如此 在南非也是如此 在印度当中 也是有种族制度 很多年前 我跟基督徒从印度来的 他们是达利的背景 他们是达利 比达利更低下的 当地的原住民 他们说 我们在印度这个国家 没有身份 他已经是基督徒 他已经是博士的背景 但是他说 我不能够承认 我的真正身份 否则的话 我的雇主会把我给遣散 你看这是什么样的 这个世界 我们还要学习 我们都是从一本 从上帝而来 被创造的 当我们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去学接纳 除非一个人 真的信了耶稣 我们才有 上帝灵敏的心 除去我们心中 自我骄傲 自以为意 因此 种族歧视问题 也会可以在我们经文当中 去思考 第三个是讲到 拣选的问题 我说过 我们去比较学懂的问题 不如我们要去竞争 我们赶快进入到神的国度 而现在我们是备胜拣选 就如同上帝拣选的十二门徒 他们出生的背景 都是非常的平凡 普通再普通 没有学过任何的 更高的知识 但是他们因为如此 他们学习 上帝许多的恩典 上帝的知识 我们被拣选 在不同的角色 分派在不同的工作岗位 跟家庭 跟国家 跟种族 为的是做什么 做一件事情 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 入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请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重要的使命 神托付我们 拣选我们不是只有说 生命改变 救赎 而更重要的是说 在那个身上 那个名字下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去宣扬 我们出黑暗 入光明者的美德 就是去透过 我们的生命生活 去赞美耶稣 在我们身上 救恩的美德 愿上帝祝福大家 今天你就可以提醒自己 你有何等重要的身份 阿们 阿们 的佛